新科状元进宫面圣 却被太子诬陷为刺客 为正清白怒而撞住自尽 却因祸得福成为真仙 他就是钟葵 不久之前还只是个进京赶考的小胖子 进京路上钟葵从破庙过夜 恰好遇到了一名同样进京的考生 这老哥儿名叫柳寒烟 满嘴知乎者也没有人话 导致跟村民问路都说不明白 只能跟着钟葵 钟葵看他迂腐 就变鬼故事吓唬他 不料这破庙的梁上早就有人藏身 以为自己被钟葵发现 便先下手为强 这人轻功了得上蹿下跳 奈何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钟葵手里有剑 两下只给他赶跑了 两人继续赶路 这天正在旅店过夜呢 一伙山贼却闯进来搜人 还用旅店路人的小命逼他现身 一 二 三 不要随瞒他们 是你青面兽阳志 啊不对 是黑蝙蝠王富曲 钟葵一眼认出这人 就是那天在破庙搞偷袭的青宫哥 在王富曲和鲍娥山贼的交谈中 钟葵了解到 王富曲因为反对山贼杀人 违背了自己道义有道的原则 才背叛了他们 钟葵对他心生赏识 找机会救下了王富曲 恰好有官兵赶来 山贼便闻风逃窜 王富曲这人非常的有原则 那你揪了我我就得报恩呢 在钟葵门口站了一夜 还一路跟了过来 钟葵也欣赏他知恩图报的为人 三人就这样结伴进京了 先生请留步 先生印堂会案 一定是有灾难 应该加以小心 钟葵寻思 自己只是黑眼圈比较重 就没放在心上 结果刚离开算命摊 没两步 就卷入了一场街头凶杀案 好在钟葵的好兄弟王富曲武功过人 几招飞天剑法就把杀手解决了 钟葵赶忙上前查看 他们救下了竟然是朝廷命官杜如慧 派出杀手刺杀杜如慧的 正是当朝太子李建民 李建民得知行刺失败 大怕雷霆 但手下秃头神僧却告诉他 这是天意 因为救走杜如慧的钟葵 跟自己是几世前的仇敌 天竺僧主动起因 表示自己一定要把钟葵 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如慧被钟慧所救 便把他引荐给了自己的上司李世民 李世民当时还是秦王 正在跟太子李建民争皇太子之位 太子为了除掉钟葵 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便趁着唐高祖李渊最近睡眠不好 将手下的天竺高僧 推荐给了李渊 李渊便叫来天竺僧想试一个疗城 天竺僧掏出了宝莲灯 就开始施法 天竺妖僧利用手中法器施展妖法 在李渊的潜意识里 埋下了钟葵要杀他的暗示 到了钟葵高中状元 禁殿面圣这一天 李渊一见到钟葵 因为天竺僧的催眠 李渊认为钟葵要杀他 吓得大喊捉拿刺客 把钟葵当场拿下 一边的始作俑者李建民 还装模作样的从钟葵身上 搜出自己准备好的匕首 钟葵百口莫辩 决定以死明治 中葵飞身而起 一头撞死在柱子之上 以死自证清白 钟葵不甘的魂魄被小鬼压走 但怨气却死死谈上了李建民 让他不得安宁 白人能占仇人血 胜过灵堂 泪千行 钟葵的好兄弟王富曲 夜叹太子府 只因为钟葵被太子诬陷 冤死在朝堂 刻来报仇 王富曲人称黑蝙蝠 轻功了得 成功潜入了进去 但太子府毕竟是皇家重地 最后一刻 还是被太子的美女保镖拦住 抓了起来 将他严刑拷大 要让他说是 秦王李世民派自己来行刺太子 王富曲针针铁骨 死也不招 太子便把他压到了钟葵失身这 还说如果王富曲不照做 就要鞭视钟葵 王富曲悲愤交加暴起 杀了一众杂兵 但终究寡不敌众 死在了自己大哥身边 钟葵的结义二弟柳寒烟 消息知道晚了 等到赶来 只见大哥三弟都已身亡 也不毒活 自愿死在了这里 天上的钟葵看得肝胆剧烈 但殊不知自己虽然死了 但照样自身难保 天竺妖僧点着竹台正在做法 为了让钟葵不得超生 他要先去地府拦下钟葵 再把钟葵的灵魂 封印到由钟葵尸骨做成的法器里 一番操作灵魂出窍 就要去抓钟葵 钟葵 钟葵 天竺僧施展悉性大法 钟葵和小鬼不敌 幸好小鬼留下断后 勉强掩护让钟葵撤退 但很明显 天竺妖僧并不会善罢甘休 钟葵暂时逃过一劫 但除了复仇 还有遗愿未了 那就是给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 找个好人家 接下来咱们讲讲钟葵嫁妹 无鬼运才的传说 关注牛叔 立刻更新 更新 Aga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